本题为91年指考题 请同学先按暂停键观看题目 看完题目后再继续播放 光线由玻璃半球平面入射 经玻璃折射后会在屏幕S上形成亮区 首先我们要了解光线在玻璃半球中是如何折射 才能找出折射光线在屏幕上形成亮区的范围 光线由玻璃中心射入时 入射角为零度 折射角也为零度 光线不会偏折 当光线慢慢偏离主轴 光线从空气进入玻璃中保持直线前进 但遇到半圆形玻璃界面时 光线会产生偏折 当玻璃中光线的入射角达到一灵界角时 此时空气中的折射角为90度 光线恰要产生全反射 后续光线更偏离主轴入射时 此时光线只会在玻璃中全反射 光线无法透出玻璃至屏幕上 主轴另一侧光线也是相同情形 因此两灵界光线在屏幕上围出一亮区范围 接着我们来计算临界光线在屏幕上与主轴的距离R 画出半圆形玻璃界面的法线 法线恰会通过圆心 假设光线在玻璃中的临界角为θ 空气中的折射角为90度 有几何图形可看出 中央主轴与绿色法线的夹角也为θ 观察图中的两个直角三角形 折射光线与中央主轴的夹角相同 可看出两直角三角形为相似三角形 因此屏幕与折射光线的夹角也为θ 若要找出亮区半径R的大小 需要透过两相似三角形的几何关系 题目说圆球半径为R 观察从玻璃进入空气的光线 由斯乃尔定律可知 玻璃折射率n乘以θ 等于空气折射率1乘以θ90度 因为θ90度等于1 故θ1等于n分之1 画出甲角θ的直角三角形 ψθ的定义为斜边分之对边 假设斜边长度为n 对边长度为1 在由毕市定乘以θ90度 可求出临边长度为 因此 因此三边长等比例放大 因此三角形零边长度 也需由根号 n平方-1 放大d-根号n平方-1分之nr倍 故量区半径 承开可得d乘根号n平方-1 再减掉nr 比较题目选项后 可得正确答案为d选项 通知评论 5.9分之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